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您看到的是这个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呢 在今天下午是举办了友善小农农产加工社群协力的讲座 并邀请和蒲农学市级的理事长陈孟凯 来针对小农量身打造课程 期盼为小农呢针对这个产品以及他们的加工产品 来透过食安法的个案以及市场导向思维等方向来做说明 来延长这个产品价值并提升收益 花莲县府农业处24日下午在县府大礼堂 举办有三小农农产加工社群协力讲座 邀请到智利推广有机饮食与农业 充办东霓农园和普农学市集理事长陈孟凯 为在地小农从两个面向来说明如何为自己的农产品 提升产品价值以及未来产能 而因为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花莲县府也透过FB脸书直播方式 让无法前来的民众可以线上聆听 今年在2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成立了这个我们有机农业的促进办公室 也就是希望让花莲这十多年来 大家的努力让有机成为 花莲县的有机是台湾最大的耕作面积 而让有机成为台湾的一个亮点 让花莲成为有机的首都 在这里真会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农友 在这块土地的努力 我们心心念念希望我们自己的作物能够好 但是最终的目标 我们还是希望友善大力 让这块土地能不断不断的被循环 而且能够很好很好地传给下一代 各成分成小农农产加工 要避免地地陷阱市场导向思维与错法 以及食品加工厂相关实案法规 基本概念与个案说明 期盼小农将自家的农产品与其他加工产品 透过安全卫生的加工场所自行加工处理 延长产品价值并提升收益 挖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让友善耕作小农被市场看见 建立于消费市场的互信 并且提升各位农友自己的职能水平 记者长邦彦华林市报导